大家好,我是竹林 在人人都有手機網路的時代 數位世界逐漸遮蓋了人們的視線 而網路紅人又被簡稱為網紅 更由於新聞媒體的使用 讓網紅一詞逐漸有了貶義 其實竹林這次看爵士網紅的預告片是相當期待的 點開前也看到不少好評 只是說實話啦 對我來說12集有一點隆藏 內容也有點單一 不過可能也是因為單一啦 更顯得編劇寫這個故事的目的更加明顯 雖然故事聚焦在網紅身上 但我覺得討論更多的是 網路文化和階級制度 對我來說內容的真實程度可能就頂多三成 印象最深刻的還是最後一集中 以BBB famous 帳號活動的李恩才 第12集以一家沙樓門口空景作為開場 緊接著讓一身淡藍色套裝的女子入場 我們看著她的背影 過肩的長髮就能夠知道這並不是主角徐亞利 導演也不賣關子的一轉場 就是李恩才的特寫 讓我們馬上認識這個新登場的角色 因為我是12集接著看 其實也就立刻認出了她就是按摩會館的員工 而有趣的是編劇對這個角色的敘事 先是在沙樓精心打扮說明她十分重視外表 又虔誠善良的上交會應該是在說她也很重視形塑人設 在朋友間隱隱的透露自己出國也不太用社交軟體的事情 說自己不喜歡暴露自己的私生活 以此來假扮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附加千金 我確實認識不少不喜歡暴露自己私生活的人 而且那些人甚至可能連社交軟體都不太用 他們並不特別的向往數位世界 但李恩才不是 他明明十分向往 卻不願意用自己的真實身份辦一個帳號 這也隱隱的透露著他認為自己的私生活是非常不堪的 不值得被觀賞 甚至可能會被嫌棄 所以他隱藏了起來 回家時為了裝誇還坐了計程車 假意要去富裕的社區 和計程車司機的對話更加彰顯他宛如一個任性的附加千金 然而從大姐上下車後 卻走進了即將重建的社區 從樓梯上往下走來 這一幕也說明了恩才是住在了半地下室 韓國半地下室大多是不富裕的人家的居住選擇 在《寄生上流》中主角一家就是居住在半地下室 而在電影裡所居住的區域高低 大多也隱含著地位象徵 坐在地下室也隱隱的暗示了社會地位的意思 而這一幕也多少能夠看出恩才不只不富裕 更是社會底層的一員 然而前面的光鮮亮麗 與富裕的謊言在恩才回家那一刻也就徹底的破滅了 導演拍攝他進門的鏡頭 黑暗中以垃圾為前景 門口昏黃的燈光 踩著高跟鞋的女子走入了室內 這時觀眾隱約能夠感覺到髒亂的環境 而恩才一回家一片黑暗中打開了燈光 那些隱藏在黑暗中的垃圾場也就一覽無一 穿著著高貴套裝 攜帶著名牌包包和高跟鞋的女子 卻住在一個猶如垃圾場的地方 就像是一個走錯棚的演員一樣 導演緊接著一顆特寫 讓我們看到黑色高跟鞋穿梭在滿滿的垃圾之間 高跟鞋在影視中大多帶有高貴和華麗的意義 和這些髒亂不堪的垃圾形成強烈的對比 更可怕的是這之間還有蟑螂穿梭在之中 簡單的節目也就多少呈現出恩才的內心世界 我常說在影視裡一個人的房間 大多暗示著這個人的內心世界 而恩才的內心世界就是這樣 髒亂不堪 充滿著垃圾和蟑螂 接著一顆服飾的鏡頭 讓觀眾更能夠看到這個被垃圾塞滿的房間 唯一乾淨的就是放著筆電的桌子 俯視的這個視角其實還蠻有意思的 算是蠻少見的角度 一般來說在拍攝人的時候 很少會這樣完全正伏拍 畢竟這樣就看不到人臉 像這樣正著拍臉才比較正常 後來穿插著手機的特寫 可以看到依然用俯視的角度 讓觀眾可以看到恩才拿著紅酒開合 然而畫面中卻也很難忽視滿地的垃圾 由此可知 導演是刻意的要讓觀眾看到 恩才和垃圾同在的畫面 強調出恩才被垃圾塞滿的內心世界 錄音播放著 接著恩才的正臉特寫 有一顆正常正面的中景 但很快恩才打開了電腦 又跳回了俯拍畫面 可以感覺到鏡頭距離任務 漸漸離遠 畫面中容納了更多的垃圾 正常來說 在故事的敘事裡 會由遠至近的拍攝人物 通常會越來越靠近人物 直到可能故事結束的時候 才比較常使用這種Dolly Out 這裡突然拉遠的鏡頭 倒更像在說 恩才的垃圾內心世界打開了一樣 多了更多的垃圾 恩才打開了Instagram 登錄了BBB Famous 而且還是用超大特寫 為觀眾鄭重地揭露了本劇中最神秘的角色 並不是什麼小網紅 而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李恩才 登錄之後 在社群媒體的特寫間 都會穿插著恩才的臉部大特寫 很明顯的也是從上往下微微的腐牌 更加凸顯出痴迷於社群的雙眼 好幾幕按摩會館的畫面閃過 為我們帶出過去恩才的身影 再往前帶出了BBB Famous的最初登場 與亞利過往的各種交涉 本劇還有一個我蠻喜歡的敘事畫面 就是很常會有從手機或電腦的視角 看向使用人的畫面 而這幕各種對話 從畫面間穿過 最後我們能夠從下往上仰視恩才 這種仰視的鏡頭 大多會帶給觀眾 威嚴控制恐懼的情緒 而這幕的恩才 雙手不停打字 我們仰視著他 更加閒說出此刻的他 彷彿是一個能夠控制整個網絡世界的神 恩才口白說的那些網紅 是喜歡博取觀眾眼光的垃圾 然而導演卻刻意回到了腐牌的視角 讓我們看到和垃圾共處一室的恩才 彷彿是導演暗指恩才 也是喜歡博取觀眾的垃圾 一顆從衣服搖上臉部的鏡頭 讓人難以忽視恩才衣服上的污漬 和鬆垮的臨口 彷彿是在為觀眾展現 恩才狼狽的真面目 經濟不寬裕又不自治的生活 拉回了雅力生死的謎團 這次導演又從遠推進的撫拍恩才 讓我們更靠近恩才垃圾般的內心 發現雅力真的可能死的時候 撫拍了恩才臉部特寫 更加突顯出那張幸災樂禍的雙眼 緊接著笑意堆滿的嘴唇特寫 都讓人不寒而栗 最後導演一顆Dolly奧 從近至遠的退出了恩才的房間 但也滿滿的彰顯出 恩才納入垃圾般的內心世界 回到按摩會館 讓我們發現恩才還有一個名字叫做李善林 實際上善林才是恩才的真名 而恩才則是化名 一個連自己真實姓名都不願意使用的人 就彷彿活在一個自己打造的幻想中 為什麼不願意使用真實姓名 是不是也怕別人查出他的真實背景 也不禁讓人懷疑 恩才實際上有幻謊症 總覺得最近的韓劇很常有出現這一個詞 有幻謊特質的人通常會假照姓名 身份、身世、學歷 把自己塑造成光鮮亮麗的人 因為這樣的說謊行為 在現在這個看重名氣、學歷和身份地位的經濟社會 更容易帶來好處 而當雅力現身於恩才面前時 恩才卻不再有勇氣面對雅力 說實話這些黑粉就只是想把自己的憤世技術 發洩在某個人身上 反正是匿名的 沒有人會知道自己做過這麼沒品的事情 恩才嚇得跑回休息室拿自己的名牌包 然而房間的蟑螂也跟著這些包包來到了工作場所 導演特寫著名牌包包上的蟑螂 緊接著一個衝景 蟑螂跑到了休息室 被員工們一針亂踩 導演特寫了其他員工的雙腳橫橫踩地的畫面 而恩才心寒地看著他們尖叫和驅趕 最後兩位員工嚇得逃跑 我感覺這一刻導演把恩才比喻為蟑螂了 生活在底層 吃著人們吃剩的垃圾 人們看見他就會驚恐逃跑 惹人厭惡 所以恩才嫉妒那些生來就擁有富裕生活的人們 也害怕自己被人討厭 因此隱藏了真實的自己 卻讓嫉妒把自己變得醜陋 逐漸目光短淺 貪婪地在網路世界找存在感 恩才看到蟑螂被這樣對待 就彷彿自己也被這樣對待了一般 所以他內心的最後一刀至尊倒塌了 他放下了自己的名牌包 那些他原本連逃跑都想帶走的階級象徵 時刻他卻丟棄了 憤怒自己的出生氣得抄襲椅子打碎了玻璃 他踩上了滿是玻璃碎片的窗台 一口氣把長期以來的埋怨都說了出來 說這個世界去死吧 最後卻仰頭倒下 是不是說明著在這個世界他真的很難存活 就像是踩在了玻璃碎片上在生活一樣 脆弱的畫面穿插著恩才一直以來的惡毒念頭 背後的社群媒體圖片一一幻滅 但我們又回到了恩才的房間 由遠至近推進了恩才 滿地的垃圾 扮演的窗戶 被嫉妒的垃圾情緒淹沒的恩才 只是不停的在網路上謾罵 最後鏡頭彷彿被放在平板裡面一樣 我們能夠看到恩才不停發揮指尖的力量 憤怒的向著畫面大喊去死 最終畫面碎裂 恩才的一隻眼睛從孔洞中露了出來 仿佛也在說恩才只看得到網路世界 以為那就是全世界一般 最後檢察們在處理恩才事件時 署長卻要下屬停止評論陌生人的行為 多少也能夠看出 雖然編導不認同這種在網路上肆意發洩惡意的行為 但若是反過來批判他們 自己也和他們一樣成為了黑粉 雖然網路上多少能夠讓我們虧視他人的生活 但如果過於重視 或把網路世界當成可以隱藏自己的三不管地帶 最後受傷的人都是自己 我很喜歡最後一集裡揭露直播其實是用了身為換臉 可能有些人也知道這個技術 Defact 一個非常可怕的技術 就連在直播中都用這樣的技術 其實也說明了不論是人臉 名字 帳號 相片 這樣不再擁有純粹的真實 只要人們想要 隨時都可以在網路上製造一個假的身份 假的網紅 從本劇中也不能看出網紅光鮮亮麗的外表 內裡都是心酸血淚 雖然我覺得嘉賓會的網紅們都太過單一無聊了 看起來比起網紅更像是沒腦的假上流 在之中也都是在強調網路上的東西不能夠太過相信 畢竟現在已經不是一個眼見為平的時代了 圖可以修 聲音可以跳 影片可以換臉 但我也不覺得這些不真實 該要被拐罪啦 這是人們一起製造出來的社會麻煩 為什麼呢? 因為大眾喜歡啊 沒有人喜歡被否定被厭惡 說到底只是人們渴望被認同的欲望 最後造成了這樣的社會氛圍 盲目的崇尚單一的價值觀 審美觀的結果 也才會有了徐雅力同能出來的作弊方法 由統一可以追逐的目標 才會出現能夠依循的SOP 雅力最後放棄了網紅生涯 因為她知道人們喜歡她、討厭她 都能夠在一室之間改變 也算是點破了網路世界噁心的一面啦 其實我覺得彩蛋那個影視訊的平板留在那邊很奇怪 但有錢人可能也不在乎丟一個平板 畫面上可以看到原本恩才的平板啦 所以我才覺得很奇怪 這也不是重點 重點是彩蛋李俊浩客串是什麼意思 平板響起了通知 吸引了打掃的清潔人員 導演這裡也算是刻意遮住了李俊浩的臉 應該是為了給觀眾驚喜 清潔人員拿起了平板來看 點開了社群媒體 最終從平板背後漸漸露出了李俊浩的臉 接著跳進了平民徐雅力 是如何從平民變成了頂級網紅的快捷 畫面中一個大平板 堆滿了雅力成為網紅的各種回憶 而雅力像個芭比娃娃一樣 站在最下面 片頭就有個像是玩具零件的動畫 也隱隱的可以讓人感覺到 網紅也不過是娛樂人們的玩具 而平板其實就是一個窗口 讓人們看到網路世界的窗口 當初雅力就是這樣 一頭栽進了手機裡的世界 才成為了網紅 如今一個平凡的清潔人員 拿到了這個平板 看見了雅力從平民崛起的網紅生涯 最後露出了微微的一笑 這個過程其實就很像當初雅力 開始接觸Instagram的過程 其實也就在講 我們每個平凡人 都可能被這無光死射的網路世界給吸引 電子產品就如是任意們一樣 帶人們示意的穿越數位和真實世界 但要不要一頭栽進去 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選擇 不論是平凡的清潔人員 還是化妝品上門銷售員 可能都會莫名的掀起網路的旋風 喜歡今天的分鏡解析嗎? 喜歡當然就要幫我按下like喔 訂閱我的頻道 讓我們一起追劇吧 我是竹林 下部劇見 掰掰